美国回来法国必须走 核潜艇事件暴露美法不兼容 原标题 美国回来了 法国就必须走吗 当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从去年大选期间 就发出美国回来了的外交政策信号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在几年前就表示 带高的主意回来了 从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15日高调宣布 建立三方安全联盟 到美向澳提供核潜艇 导致法国失去常规潜艇大单 从愤怒的法国总统 要求召回驻美澳两国大使 再到法美 还英雄脑连日来通话为事态降温 整个法国看上去都很愤怒也很无奈 不仅是澳大利亚人撕毁了一份大型国防合同 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中间插足 是对法国印太战略的某种破坏 法国一些媒体也开始转移话题 如法兰西24连续新闻电视台网站开文说 巴黎大教盟友背叛了他 但许多专家却认为 坎培拉的决定是由于中国威胁的上升 也由于法国面对北京的态度 被美英澳认为过于模糊不清